E-Prime 作文件 第二次介紹的就是 E-Prime 作文件 或者是可以幫助你 把量量數位化 當然現在有些別的工具 E-Prime 也有它的優點 這邊呢 可能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可以善用不同的輸入方式 我為什麼說會有這個優點呢? 因為其實你可以加上一些標記 那你在事後分析的時候會比較快速 因為像現在各位可能可以用Google 表單 那你就可以一樣去收這種資料 但是Google 表單不太方便讓你做一些標記 然後在分析的時候做設定 可是在E-Prime 當中 你其實是可以做這件事情的 大家可以嘗試看看